所以主要如果以正常来讲来开的话 使用上的话其实是都还可以蛮满意的 对啊还是会推荐 所以他这样子一台机车经过就说注意来车 对啊 育荣融资为股票上市公司 汽车贷款最高350万 机车贷款最高45万 申请简便好过见 今天很高兴那个小春啊 来分享他这台21年式的CRV 5.5代 那这台车你大概开多久了 大概一年的时间 那你大概里程开多少了 目前是2万出 那这样子你油耗大概多少 目前大概都11 12左右 平均在11 12 你是市区多还是高速 高速跑比较多啦 但是市区的话代数比较多 油耗就会稍微比较差一点 因为你有代数啦 对对对 那你第一台车是什么车 也是HONDA的是City 哦City 对对对 所以City你开几年1.5的 对1.5的 City开5年 也是一手车 对新车 对一手车 然后开5年 然后后来就是换车就对了 那为什么要换啊 因为才开5年而已 主要是考虑到结婚啦 然后可能最后要深想是想换大一点 因为老婆家里也会开5代啦 所以就是它蛮想要买的 你们在选的时候老婆也有参与就对了 对对对对 有去展间看过蛮多车的啦 像是KUGA有去看 VOT COUGA 对CX5也有去看 你有去试驾的有哪几台车 都有 都有去展间看过 都有开过 所以你刚才讲的有去试驾过 然后全部的考量完之后 对对 你就是选择这一台 对因为空间机能上面运用比较多 因为比较大一点比较舒适一点 那你当时在选的时候 它最主要让你考虑会买的这一台是 有哪个原因 动力其实也是蛮够的 然后ACC的跟车方面也是有全数据的 它也是跟到零嘛 对跟到零的部分 然后它有车道居中吗 对有自中还有围池 自中围池都有就对 所以它的主背动安全配备 其实也是蛮齐全的 对对对 也开了2万多公里 那它有哪些优点可以跟大家分享 优点主要来讲的话 就是动力是蛮够的 那再来就是VCC的跟车的部分 对 那新的年式的话 它后面是有脚踢的电动纹门 那再来就是空间的变化机能性 就是椅背的部分 它可以请 可以全屏 所以我们这个是已经调一段了 这个还没 这个还没有调 所以还可以再写一点点 有一段可以调就对了 所以空间应用你是觉得很好 对因为平整度是够的 打平的时候平整度是够的 配车床 质感的部分 内装其实有一些木纹四条 看起来质感是不错的 这个木纹四条是它原本的 对 顶级就有配的木纹四条 我想说是你自己去加装的 顶级的才有 顶级的是这样子 那还有吗 天窗 天窗也是顶级勺 也是几乎全景天窗 对电动的这样 那你那个后车行李箱 这三台来讲 应该算是最大 因为空间的部分来讲 它有一个隔板可以上下移动 对我刚刚 深度的部分跟平整度 都是可以调整 因为库卡比较小 所以后行李箱的空间 是优点 对 比较大 比较大 所以后面有充电孔 后面有两个充电孔 然后后面是有冷气孔 后面有冷气孔 所以一定会有的 这也是双区嘛 对双区的 双区 那有啦 国嶺 国嶺几乎没有 对这都蛮平衡的 这要做第三个人会比较轻松 中间来讲的话 没有凸起 对 OK 好 所以它顶级多哪些配备 顶级的部分的话 连副架这张都是电动调整 那这就是优点了 对前后电动调整 对前后电动调整 可是它没有记忆啦 对它没有记忆的 那你那边有记忆吗 这边也没有 主角都没有记忆 至少都是电动 都是电动 两个都是电动 安全 两个电动的座椅 然后顶级的话 它这个是无线充电盘 它有无线充电盘 那你觉得它的置物空间 设计的巧思好用吗 其实还不错 因为一直也延续 都是有中控这个 都是可调整的 哦 还不错啊 深度的部分都是可调整 这个也是可以单独拿起来 刚才我们也分享了 蛮多优点的 那车子就是这样子 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 对 早就知道的缺点 或者是你开了这一年多下来 慢慢有浮现的缺点 有哪些 如果有改进会更好 其实来讲的话 如果把一些主被动安全的 部分列为是标配的话 其实会比较好一点 哦就不要分等级了 对对对对 因为很多厂排音就是 因为厂排都是用中阶高阶低阶 来做一些区分的部分 那这台的话其实 隔音的部分真的就是比较差一点 隔音啊 尤其是轮拱的部分 因为休旅车本身后面空间 是比较通一点 对 所以后面两个轮拱的声音 其实 形式中还蛮大声的 其实引擎的噪音声也是蛮大的 在踩的时候 转速上来的时候 声音会比较大声 车机会不会当机 也是有遇过啦 蛮多车友有分享 就是主机有一些 当机的异常部分 是哪方面 是接线之后才当机 可能就是导航的部分啊 定位比较不确 原厂的导航 这样的部分定位比较不确 像你讲的那个组背动安全啊 什么自动跟车啊 车道便宜啊 有没有觉得好用 或者觉得让你会吓一跳啊 也是有遇过啦 但是 因为毕竟它只是摄影机辅助而已 对 其实有一些光线的部分 也是会影响 所以其实有时候也有遇过在隧道内 因为它有突然刹停的状况 当你刹到停吗 对对对 完全停 对 就整个 哇 那你不就吓一跳 对啊 其实有比较吓到 可是来讲 因为这毕竟是辅助啊 还是以人自己开的主要比较大 好 对啊 毕竟是辅助系统 了解 那刚才小春跟我们分享了 很多的优点啊 然后当然也是多少 会有一点点的缺点 那我们就到了最后一个阶段 假设现在你有家人亲朋好友 包含观众朋友 那现在也在看休旅车 那这一台车它也是列入考虑 那你会推荐他们这一台CRV吗 我是会跟他们推荐的 因为其实来讲的话 大致上就像我说的 动力啊 空间啊 跟车的部分 其实都还蛮实用的 对 对 那你说如果要比较瑕疵的话 通病也是网上都有在说 对 但是也不是说 什么车都不会有问题 所以主要如果以正常来讲来开的话 使用上的话其实是都还可以满满入的 对啊 还是会推荐 所以它这样子一台机车经过 就是说注意来车 对啊 平常这个都还蛮敏感的 这是原厂配备 这个是原厂的夹装选面的部分 哦 它只是这样经过 你也没有要前进后退 它就是说注意来车 对 这不能关 这不能关 哦 不能强制关 不能强制关 哦 那可以调大小身吗 可以 只可以调大小身 你这个是最小身的吗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中间 哦 那还好 哦 还可以再调 那这样子问好了 因为你这台是顶级 对 三台的价差 如果要选的话 你会怎么建议啊 呃 如果预算购 当然是上到顶级的部分 因为有些东西是只有 顶级才会有的 像哪些 像是这个附加的电动座椅 哦 电动座椅 天窗就看因人而异啦 哦 天窗一定顶级才有就对了 所以这顶级 这也是顶级 对对对 这也是顶级 对这顶级 好 那还有吗 大多小异啦 其实这个就这样差不多 就是顶级 那顶级跟中间那个等级差多少钱 大概差10万块 所以 哎 轮几寸的有差吗 都是一样都18寸 所以就差了几个大象的配备就对了 大的天窗 对啊 所以只多这三样而已哦 其他来讲的话是比较细微的 哦 比较小小小的配备就对了 对啊 所以就是看因人而异 那你会推荐哪一款 嗯 因为有的东西是没有办法选装的 对 所以预算过来是觉得顶级比较适用 所以这台 你开了一年多还是真的很满意的 对 还是满满 以前那一台City 它包含老婆之前 他们竟然是开五代 所以感觉都是很满意就对了 嗯 对 那我们影片就到这里 嗯 我们就跟观众说拜拜啦 OK 拜拜 好